我们说这个家呀 是人生当中呆的时间最多的地方 光睡觉睡了一大半的时间 家所以说对人生的影响是极大的 俗话说的好 家和万事兴 如果是家中的风水不好 不仅家屋宁日 还会影响一家人的健康财运 那么如果是房子 所在的这个地方 所在的这个地方比较高 地势比较高 四周毫无遮掩 并且没有往上的路 那么在四面比较低 中间比较高的地方 气流四散 往而不复 就是去了就不来 盖在这里的房子就容易 不容易蓄气 就是我们说要聚气 说的就是这个原道理 即使门向极方 进来的这个极气 也容易 也无法停留 风水呢 重在藏风蓄气 高处的房屋 不但多风 又难聚气 哪怕居住之人 运气再好 财运再旺 长久居住 都会全部三进 这种房子在风水上 称作漏风煞 漏风煞 这个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呢 就是房屋所在的地方 如果是比较低线 低洼 四周被包围 也没有往下走出的山路 那么这样的话 像这种 你看见没有 这个是整个建筑 这个地方是最低的 那么气场是成这种停滞的状态 晦气沉积 无路可出 一栋房子如果是盖在这种地方 即使是这个朝向比较好 这进门的气 仍是被一些晦气所影响 还有就是这个整个家庭 就是家里面白天需要开灯 非常的暗 那么这种不透气 白天也要开灯 这个风水上称作为洋宅 坟墓为阴宅 我们住的地方 如果是阳宅需要阳光 阴暗的房屋 都是阴多阳少 所以是本身的 就不能聚集足够的阳气 来维护主人 反而会 可能会被一些 这个道谢主人的阳气 当然不适合作为住宅用 而且阴气过重 不利于居住 容易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还有就是门前 对着这个 门前有着对着大门直冲而来的大路 或者是桥梁 那像这种门前有大路 这个是一种 这个煞气凶恶的程度 跟街道的宽度 以及交通的流量成正比 如果是路小车少 可以用一些划煞驱邪的集物 来这个化解掉 化解掉 但是如果是路宽 车多 煞气的太大 不一定能够化解得了 这样的房子 这个还是不买为妙 如果是门口有马路 车流量多 门外的这个 这个 污浊之气 涌入房内 家中容易感染一些呼吸道疾病 不适合长期居住 这是这么一个 如果是这个房子中间 是这个厨房或者是厕所 就是你这个房子正中间的地位 那么这个是聚气的地方 属于这个洋宅风水当中的心脏地带 如果是厨房 放在这里就是烈火攻心之士 这个是心脏地带 因为厨房是火气非常重 烈火攻心之士 对家人呢 有健康和财运 以及感情方面的影响 那么厕所当然不行了 是吧 厕所更是不能建在这种中心地带 好了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这个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